有 请大家跟我们一起鼓掌 穿着一身日式服装 艺人黄家谦再一次接拍新剧 新角色面临老公出轨 有小三挑战负面演技 导演找我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觉得 我的身心非常的健康 他说我应该也好好 全是这么受伤的角色 镜头前总是搞笑形象 但其实她也是个房产小富婆 七年前买下南港KiGetsu 当时美瓶才27万 前年卖出大赚一倍以上 原来他挑房子 有配搭 我觉得你就是去找捷运旁边 那或者是像麦当劳 或是中国信托 我觉得麦当劳旁边的房子 都可以去看 为什么你知道吗 麦当劳他们本身 你以为麦当劳本身 他们自己赚钱吗 其实他们也是靠房地产 因为一定有人口 你看麦当劳旁边都是人口 不知台湾有房子 老公下克力的关系 让两人在加拿大 魁北克温哥华也都有置产 去年也前进马来西亚 在双子星塔 买下一间房子和店面 存钱功力超了得 其实我比较不会用信用卡 因为你不是真的有看到钱 一直出去 所以你不会有感觉 如果我赚三万 我一定要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存到一万 靠着记账存钱 还有以房换房 让黄佳谦搞笑的演艺人生背后 拥有千万财富 三连选林松兵地下调不到